张杰跟谢娜是放下工作赴美学习三个月 那今日呢有网友爆出了一组张杰谢娜美国游学的相片 课堂上呢他们跟外国学生江户的互动非常的开心啊 但是呢就有人之前是透露说了 两个人去学习只是一个幌子 养胎才是真正的目的 那虽然谢娜一再否认 但是粉丝们还是希望娜姐能够早生贵子 那说到谢娜呢 最近她也是出现了一个公益活动 我们来看一下 这真是千呼万唤使出来啊 马兰坡一姐空降北京 和她的快乐家族小伙伴杜海涛一起宣传 保护鲨鱼远离于智 面对人气爆棚的娜姐 海涛就显得有些拘捷 而快乐家族举办的公益活动 怎能少了其他三位小伙伴 李维嘉无锡以及何炯 纷纷通过VCR的形式 让快乐家族合体 故灵精怪的娜姐 自然不忘调侃一下老搭档何老师 大姐要不要这样啊 不但这么欺负